第二的这个文字,我们先从文字与资料函数开始 那首先的话,其实我们的目标是这样 因为呢,在之前 那个某家电信公司 我去上课,他给我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解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我们有个需求 因为他们客服人员每个都 大概笔数都在几万笔 所以他每天如果土法令刚做这件事情 应该是没办法下班 因为太多了 他要做什么呢 就是请你帮我做出 这边有个电信业者 然后再加上区域门号,默码 然后最后做出来的格式要类似像上面 前面要加零九 然后这个电信业者就是后面这个 再加一个dash 再加区码 再加默码 最后的格式这样 那有几个 如果当然这边有指示 请利用什么and加rept加len 如果是指定的话 会有第一个方法 但是这样做出来 这个公式会非常的长 而且你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不知道各位对rept跟len熟不熟悉啊 第一个,这是我们的问题,目标要解决 对,那我这边等一下后面有解决方案 大概有四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就是rept加len熟悉 但是这个方法太麻烦了 所以会有第二种 用另外函数解决 还有第三种 旁边加个按钮 当你按一下这个按钮 自动全部帮你跑完了 这个应该是个好方法 以后你的工作就按按钮就好了 对 或者是怎么样呢 在这边点下去 会出现插入函数里面 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一个函数 就是你自己定出来的 也许叫什么 叫手机的函数 点下去之后 你给它三个东西 一二三 按确定之后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做出来 点两下 自动就完成 这样会是好方法 应该会简单多了吧 不过我们徐序渐进 慢慢一个一个来讲 大概是一个方向 反正目标就是 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rept 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简单讲一下 比如说 如果各位没用过 没关系 如果用过 你做一个复习 就是说 第一个 我要怎么去产生星号 如果是销量 100给一颗星 200给两颗星 但是呢 不超过 就是说呢 比如说200多的话 就是两颗星 后面都去掉 所以这里如果 我们第一个问题 请利用rept 加int函数 得到100笔 给一颗星 200笔 就给两颗星 诸如此 要怎么做呢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 先思考看看 试试看好了 等一下再来解 再来就是LEN LEN是算某个字串的长度 那比如像这一题 我们的需求这样 长度多少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判断是否正确 比如说他key的时候 如果key身份字号 长度如果不是几码呢 应该是十码嘛 对不对 那就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这样这边判断是否错误 还有性别怎么去判断出来 再来这边有个laps函数 也顺便练习一下 称呼如果是他的名字 我要取第一个字 加上性别 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叫吴先生 张小姐 马先生之类之类的 那要怎么样自动完成 这个部分当然 如果你不会 你就只能突破练钢 不过突破练钢 像那个 某电信公司 客服人员 随便都是几万笔资料 那你要怎么突破练钢 会疯掉的 而且不用下班的 所以这些都是必要 你要 他要能够越早下班 就是要能够对于资料的处理能力越强 他就可以花越少的时间 可以很快就做完 做完就可以赶快下班了 OK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先try一下 这些 刚刚讲的 IPD跟LEN 还有LEN 自己的函数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哦